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说要双区面屏的智能手表 这样就不一样咯 那在深入看这个OPPO Watch我们来个快速的开箱吧 OPPO Watch系列里的46mm智能手表就采用了双区面屏 那双区面屏通常都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那这一次却是在智能手表上采用 所以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款 那它上下两侧都是平的 只有左右两侧是有曲面屏的 那除了46mm还有41mm的哦 那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续航能力啦 还有这个防水等级的不一样 那当然还有它的这个屏幕也是不一样的 那41mm的这个防水等级是3ATM 那46mm的是有5ATM的这个防水等级的 那续航能力也来的更高哦 风质亮度呢 两者都可以高达1000mm 在户外用OPPO Watch也没有问题啦 那它的表带呢 戴上去也是比较舒服的 是那种轻敷的材质哦 那它的表带的洞呢是蛮多的 那只要你的手呢 不是很含有的小或者是大的话呢 其实戴上去都不会有问题的 之前呢它在中国推出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中国的UP主说很难戴 那其实呢戴这个呢是有一个方法的 其实很简单而已 那首先呢你只需要把它圈起来 还是不要扣起来 然后呢就套进去你的手腕 过后呢才来扣 那这样就非常简单了 就很容易戴了 如果你要换表带也很轻松哦 只需要按后面这里就可以脱开啦 那这一次呢 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有趣的功能 就是这个AI Outfit也可以称之为 AI Raw Space的这个功能哦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表盘呢 不碰你当天的穿搭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黑Tab的apps呢 去定制一个当天独一无二的表盘 那它是根据你当天的穿着呢 去定制这个表盘的吧 那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呢就拍下你的穿着 然后呢它就会定制一个表盘 是配搭你的穿着的 那每一次的定制呢 其实都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让你选择的 另外呢你还可以放自己想放的照片哦 例如自己的照片啦 或者风景照 甚至偶像的照片啊等等 那OPPO WARS链接的系统呢 正是WareOS by Google 所以呢所表示 那你还可以放自己想放的照片哦 例如自己的照片啦 或者风景照 甚至偶像的照片啊等等 那OPPO WARS链接的系统呢 正是WareOS by Google 所以呢所表示 是WareOS by Google 是WareOS 也订阅一下 是WareOS 1 7 3 2 3 3 这个模式就像是一个标准的智能手环吧 这个Power Safe Mode 长序一行模式是如何启动的呢 其实只要你的OPPO WASH只剩20%的电量的时候 它就会弹出选项让你启动这个长续航模式 那OPPO WASH也有它们自家开发的五种健身模式 那另外呢OPPO WASH也采用五个健身传感器 去测量心率以及计算一天的运动量哦 软子跑步骑脚车游泳的通通都有 没有时间做运动 没关系五分钟总有吧 是的OPPO WASH呢有这个五分钟的运动APP 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做运动 没有借口咯 除此之外呢OPPO WASH呢也可以配合Google Fit的使用 可以最终记录高达90多个健身活动哦 几乎呢可以满足所有健身活动类型的爱好者 另外呢OPPO WASH呢也可以提供完整的睡眠报告 包括你的浅眠时间以及生眠时间哦 那OPPO WASH呢也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的Walk闪充功能 只需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应付一整天下来的应用 真的超方便的 那如果你要充满100%呢也只需要75分钟而已 那OPPO WASH呢46mm版本的售价为1299 而41mm版本售价为899 那即日起呢开放预购于OPPO品牌店 OPPO官方网店以及指定的OPPO搜权经销商以及年锁店 进行预购者还可以获得两条额外的手表带价值199令吉哦 那如果和Renos系列或者Find X2系列一起单张收据购买的话 将会有10%折扣于OPPO WASH哦 另外除了黑色以及粉金版本 现在还有限量版竹青皮革版的OPPO WASH 只限于一起购买于OPPO 5X2 Pro的竹青皮革版限量版里盒 从9月25号开放预购至10月2号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我是Android中文科技网的Yan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